第五十八屆金鐘獎 節目內剪輯獎 得獎的是廖靜雯 第一種注釋 我討厭我的名字 恭喜 畫面組合富有張力 善用不同鏡頭描繪情感細節 敘事洗練且條理分明 從人物的背景到內心糾結的呈現 由理性深入感性的表現手法出色 層層堆疊出被設者跌宕起伏的人生悲苦喜樂 謝謝評審的肯定 首先我最要感謝的是我們的被設者 同時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指揮家文以仁 謝謝你的誠懇 勇氣與耐心 陪我們完成這支片子 希望得獎以後這支片子 能夠被更多人看到 接著我要感謝一直非常支持 我們的裴委裴社長 以及靜文學的總經理董成瑜 還有我的主管們 Paul總 婉林 威聖 吳凡 是你們打造了另一種注目這個紀錄片團隊 然後給我們非常非常大的信任 我今天才有機會站在這裡 接著我要說我覺得拍紀錄片真的非常不容易 然後要成為紀錄片的夥伴更不容易 我要非常感謝我的兩位夥伴陪我一起完成這支片子 岳敏和志文 他們今天都有來 我覺得要成為紀錄片的夥伴要有某種就是心電感應的能力 我非常享受在現場我們一起閱讀空氣的每個瞬間 還有後期剪輯的時候一起互相來回討論的過程 希望我們之後還能夠一起創造很多美好的作品 接著最後我要感謝我的伴侶和家人 尤其是我的父母 當初我要拍片我其實偷偷知道我的父母很怕我餓死 但是他們一句反對我的話都沒有說 這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肯定 我會繼續做我熱愛的事 謝謝